不管你承不承认,在事实以及大数据面前,坏男人的红颜知己,比老师人多一些。 所以不少老师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娘妹动爱,然后放弃原本的操守,慢慢的向坏男人看齐,但是,总找不到那种感觉,好似物理看花中隔一层,水中捞月上前一步。 其实啊,坏男人,对女人的心理情感把控,是非常精准的,对症下药,才理事不爽。 那么,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,坏男人挂用的三招聊内计量。 一,知己知彼,男人追女人,需要一个过程,吃饭看电影逛街牵手告白,直至相约去酒店,无论其中哪一个环节出现了差错,结果都会退迟。 因此,当男人确定某个追求的女人的时候,就得做好充足的准备,不盲目出击,打无把握智障。 那么前期,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女人,通过她的朋友圈,以及闺蜜圈,了解她的爱好以及喜好。 根据你所搜集的资料,制定实时的战略,比如知道她喜欢吃西餐,约她时,直接定好位子,保证能给你下印象分。 而喜欢西餐的女人,一般都有浪漫心理,满树花或者送个精致的小礼物,都是不错的锦上添花。 二,换位四豪在男女的情感心理学中,谁先说喜欢,谁就敌人意等。 这也是为什么,不少男人,总觉得自己个风格面都很优秀,还是没有女人缘的原因,因为你,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 当然,送跑车砸银排包的富二代,不在此讨论范围内,男追女,就要做好遭遇挫折的打算,屡败屡战,终会打动她,脸皮要厚,目标要准,姿势要持久,最好是站在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,让她适应你的存在,离开你就寸步难行。 三,维婷大员当一个女人隐藏很深的时候,她的闺蜜以及朋友圈,都透露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,生活中又不需要男人插手插脚。 这样的女人,看似很难对付,实则最容易暴露自己的不足。 坏男人的做法,一般是假装去追求某个女生,借此机会找她出谋划策。 她哪里懂了哦,大多是根据自己内心的想法,提出相应的建言,于是她的第一手资料,就是入囊中了。 最后,凭借这一点优势,比他人早点追上入境她的心中。 男女情感心理等于职场心理老板,想让员工死心他地为公司服务,一般也是用同样的三个方法。 执抵员工的心理,一是自己执抵,知道员工的喜好,跟他聊天时,就会让员工产生亲切感。 二是和妹思考,大多时候站在员工的角度上考虑问题,员工就会对公司也有认同度。 三是为点打员,经常找人谈心,为着其他人员进行评价,旁观者清当局者迷。 三是为了,经常找人谈心,为着其他人员进行评价,旁观者清当局人员进行评价,旁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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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员进行评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